阿神你好,很高兴看到你 David你好,我也很高兴看到你 我们现在走在一起,希望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心声 希望全球的家人都听见我们认为由耶稣所成就的一段时间 就是大家所称之为五旬节或是七七节的这个时间 阿神和我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在这一年2022年的时候 全球的家人可以明白,这不单是另一次的七七节或是收割节而已 神把一个里程碑放在我们心中 我就问阿神,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圣经的背景,让我们明白五旬节吗 好让大家可以明白,这不单是一个犹太的节期 而是神所指定的时间是为了幕后的日子的 阿神,可以给我们一些的背景吗 哇,David,你的这个介绍实在太棒了 当然,神波就是七七节或是收割节 开始的时候是以色列农业的一个节气 把他们出手的果子,他们的收成带来 可是进入新约的时候,这却是历史上最精彩的一个事情 除了耶稣的死与复活之外,这可能就是最伟大的呢 就是圣灵教官在耶稣门徒的群体身上 基本上他们全都是在以色列的加利利犹太人 在这个时刻,他们就好像是熟灵上出手的果子 跟我们在农业原来那些出手的果子一样 后来他们也成为了那个信仰的群体 当我一再地去研习的时候 在过去的40年,我感到非常感动的是 这实在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历史的事件 但是更令我感动的就是 它不单是在耶路上的事情,而是影响全球 也不是一次性的事情,而是影响全球 也对幕后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会很快地分享这两个方面 然后你可以带领我们亲爱的朋友 一同的为今年的五旬节来祷告 当那日镜上说,圣灵教官 而且他们都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方 同聚在一处,我们在一起的也有合一 在时间和有空间都是在相同的地方 那就是《使徒行众》二章一节 当时圣灵就是如此的教官 我谈到有一个全球性的意义 当时本来就是120个 他们都是犹太加利利人 可是在他们周边马上就有三千人 那三千人是从当时的各国而来的 在这个时候就是27个国家 我已经数过一遍 他们代表的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 所以在第一次的五旬节 15分钟以后就已经有一大群的人 他们上耶路撒冷来守解 然后他们就回家 所以马上就有一个全球的延伸 几乎是马上的 起初是120人,后来是3000人 然后马上就去到全世界 当中有阿拉伯人,有犹太人 也有来自世界各地,列国当中改信的人 所有的国家在第一次 耶路撒冷的五旬节就已经参与了 从耶路撒冷一直去到地级 所以这就是所谓全球的意义 耶稣也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级 当彼得起来的时候 他开始解释发生什么事 他就引述了约尔书 他讲了很惊人的话 他说这就是纳士啊 就是约尔先知所预言的 我会用西部来文来念 他说 在末后的日子 在末后的日子 彼得说 我会浇灌我的灵 在凡有血气的身上 你的儿女们会发预言 我就想 2000年前已经发生了吗 对啊 某程度上是呀 所有的人都在那里经历了 那么在这期间的过程 也有再发生吗 对啊 一直都有人在世界各地 被圣灵充满 但好像还不只是这样 他所谈及的那个事情 是将要发生 而且是在我们靠近 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 不一定是一次性的 但是一场运动 是一次的浇灌 他所谈到的就是 在末后的日子 在义和活道而可畏的日子 来临之间 我会把我的灵 倾倒浇灌在 凡有血气的身上 所以我们找到 在使徒行政二章 有个模式 而且它开始被增 延伸到世界各地 而且它将要 会到一个满足的时候 可以是以几何倍数来增长的 就是在凡有血气的身上 都有圣灵的教官 我想起的就是 当我们在要有合一 要聚在一起 我们要选一个日期 任何日期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选 跟他们过出手节 五旬节的当天 那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日期 我想到在 《使徒行众》二十章 保罗就赶回耶路撒冷 为了过 是佛的这个出手节 为什么他要赶回耶路撒冷呢 也许他想要过节是吗 可能啊 也许他更想要的 就是纪念 当时第一次的五旬节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他没有亲身在其中 但是不只是这样 因为他看见那些语言 所以他要在当天回去 为这个全球的教官来祷告啊 因为可能就是当天 可能再过十年 再过几千年 他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但我们在延续第一次 彼得的祝祭 也在延续保罗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就是 我们相信 在全球信仰的家人身上 也会有如此的一次教官 我们就选择这一天 一同来祷告 我想David和我 就是希望鼓励 我们所有的朋友 在全球的属灵家人 让我们像彼得保罗一样 在那日来祷告吧 让我们一同祷告 今天所代表的 就是盼望 在末后的日子 如同使徒行中二章十七节所说的 我会把我的灵 叫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 你的儿女们也要发语言 Hallelujah 儿子太好了 可以听见你的分享 实在是非常的美丽 也提醒了我们 我会再一次用你的经文 就是使徒行中二章一节 他说我们同聚在一处 或是同聚在一灵 同聚在相同的地方 那代表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实体的 另一个是属灵的 我感觉 阿神 你所分享 就是在末后的日子 我会把我的灵 叫管 反正有血气的 我感觉好像现在有一份的加速 没有任何人可以忽略 我们所活的此时此刻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要预备幸福的 我们限制性的感觉到 有一份的加速 而且在全世界 现在所经历的震动 就是要显明那不能震动的国 让人看见那不能震动的国 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 如何发生呢 就是借着圣灵新的交关 带着火 带着勇气 胆量 我相信神一直预备我们 在过去的两年 我们一直对齐 我们全球的家人 作为外邦人 我们一直对齐神的实践表 而五旬节 我们已经过了两次 今年我们也会再做一次 但是我们不会一起在一个Zoom call上面过五旬节 我们希望鼓励每一家人 如果你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就是在你自己的家庭吧 或是在你的教会 在你的事工 或是你的城市 召集人来 让同心的人一同前来 祈求这个预言的成就 其实彼得说 就是当人去问他是什么事 他说就是约尔先知所预言的 就是好像约尔先知所预言的 是他预言的开始 并不是圆满 我相信在这一段的日子 在今年会有另一个层次 明年又有一个层次 而且这一切是荣上加荣的 我想要鼓励我们全球的家人 实体的聚集在一起 不只是在zoom上 而是真实的聚集 我们全球的家人 不会有zoom的线上聚集 可是我们希望在当天 让你召聚你的家人 开始祷告一同守圣餐 让主知道我们献上我们自己 我们祈求圣灵的教会 因为这不只是一个鼓励而已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 圣灵在我们心中的 那个重量分量 要告诉每一个人 这就是时候 这就是预言与应许成就的时候了 我们希望对你说 我们会非常的想念你们 我自己在那个时候 其实会在韩国 与韩国家人在一起 过五旬节 可是不要让那天溜走 那是六月的四号到五号 请跟你自己的家人 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 或是你的教会 或是你的事工 或是任何的群体 聚在一起 彼此同心合一 在合一当中 对主说 主啊 我们希望 要再一个圣灵的释放 David 我想要鼓励每一个在听 在看的人 在《使徒行传》第五章 他说 在《使徒行传》里面说 有犹太人 有阿拉伯人 也有来自各国那些改信的人 所以不管你在哪里 你在过去的那段经文当中 也在现在 也在将来 就是好像使徒行传为我们投射在将来的盼望 我们正踏进 那个非常精彩的预言成就的时间 实在让我非常兴奋 所以我们都是同聚在一处的 是的阿神 我实在 觉得很棒啊 有你作为犹太人 也有我作为埃及人 可以在这几分钟 跟大家分享 我们是着将要倍增与成就 在世界各地的一个代表 非常爱你们 也非常期待看见你们 再见 再见